家进五人,穷气临门,这些人混进家中,害人不浅。 人之磁场,会干扰到家庭的氛围,家庭的氛围又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质量,如此形成了一个循环。 比如说,家中出了一个贵人,那家庭的磁场就会变好,其他的家人也沾了贵人的符,一个人好起来,那他的家庭以及亲人也会跟着好起来。 这就是所谓的尽朱者赤,尽末者黑,家中有什么人就会变成什么样子,靠近什么人,我们就会被他们同化。 家进五人,穷气临门,这些人混入到家庭当中,只会害人不浅。 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。 挑拨离间的小人,害了家庭。 俗话说,一颗老鼠屎,害了一锅粥。 其他的家人都同心协力,一条心,就他的内心不够安分,见不得身边人过得好,那他就会到处挑拨离间,破坏家人们的关系。 有些人不希望你们夫妻俩过得好,就会跟你说另一半的坏话,让你跟另一半产生嫌隙,随着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,那夫妻俩就反目成仇了。 有些人不希望父母和子女相处得好,就会挑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矛盾。 到头来,孩子会仇视父母,父母也会防备孩子,越活越像陌生人。 在家族中,那些挑拨离间的小人,多半是我们的亲戚,亲戚群体有个特点,那就是见不得人好,如此,他们就会做出挑拨离间的事。 喜欢窝里斗的家人,害人害己。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所有坚固的堡垒,都不是从外部攻破的,而是从内部被攻破的。 一个比较有钱的家庭,如果家人们都没有疑心,那它就是无法攻破的存在。 反之,家人们喜欢窝里斗,就算家庭再有钱,也会成为一盘散沙。 有一个富豪的家族,家主在世的时候,没有人敢做什么,家主去世了,下面的子孙谁也不服谁,就选择增加产,导致家族一落千丈,最终破败。 从古至今,因为钱财利益而窝里斗的情况,数不胜数,特别是有钱有势的家庭,不会因为儿孙繁多而兴盛,只会因为子孙繁多而窝里斗,迅速走向衰败。 所谓家和万事兴,做不到和谐相处的家庭,再有钱,家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 以老卖老的长辈,倒坏关系。 人,只要上了一定的年纪,就会瞧不起比自己辈分小的人,愈发变得目中无人,以老卖老起来。 镇上的老陈,虽然是家中的长辈,但他跟子女的关系闹得特别僵,子女也很少回家看望他, 在他看来,这些子女都是天打雷劈的不孝子。 为什么老陈会跟子女反目成仇呢? 因为老陈总喜欢以老卖老,有一次,竟然强迫三个孩子每人出十万,合计三十万,给他养老。 这三个孩子都是底层的打工人,连养家糊口都压力山大,哪有余钱呢? 可老陈不管,就要求三个子女给三十万,就导致这段父子关系破裂了。 身为家中的老人,可以适当提要求,但不能过分以老卖老,懂得体谅身边人,身边人才会体谅我们,尊重终究是相互的。 欲望过重的家人,只会内耗。 在物欲横流的环境当中,不少人都变得物欲膨胀起来,拥有什么都不满足,进而欲望滔天,心比天高,命比纸薄。 有适度的欲望,其实是好事,可以让人更有动力去奋斗,去生活,而欲望过重,那就是坏事了,因为过重的欲望,会让人失去理性,便得贪心起来。 月入一万,不满足,非要强求月入三万。 达到了月入三万,还是不满足,非要强求月入十万,无论自己怎么勉强,都无法如愿以偿,那当事人就会心态崩溃。 人,只要心态崩溃,就会变得神经质,将内心的怨气和脾气都发泄到了家人的身上,那家庭的关系不就变得紧张了吗? 从现在开始,做个欲望适度的人,不要贪念太多,否则,连安稳的家庭也保不住,毫不稳重的家人,不会长久。 上一年的冬之日,隔壁小区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从高楼一跃而下,抛弃了自己的亲人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事后,人们才搞清楚,男人之所以会选择轻生,就是因为他抵押了全部的家产,去冒险投资,最后输光了,还欠了上百万。 还不起这个钱,一家都吃西北风,这辈子无法翻身了,那他就走向绝路了,最惨的,不是他,而是他的妻儿老小,啥都没有了。 家中的亲人,总喜欢冒险,还孤注一掷,将全部资产拿去赌博,或者盲目投资,那他就是危险人物,分分钟会让整个家庭,负债累累,无法翻身。 人,还是稳重一点比较好,有些时候,赌博,冒险所危害的,不仅是自己的未来。 还有身边的妻儿老小,以往的旧情人,就别带回家了。 无论是男人,还是女人,都会有自己的前任,这些所谓的前任,要么依旧占据我们的内心,要么依旧跟我们有往来。 没有结婚的时候,无论我们跟前任有什么关系,问题也不大,反正只会影响到自己,而一旦结婚了,最好别跟前任往来,避免让另一半误会。 有这么一个案例,说的是,夫妻两人结婚多年了,依旧没啥信任感,某一天,前任找到南方,希望南方可以帮助他,得知A这件事的妻子。 直接跟丈夫闹矛盾,差点离婚了。 对于前任,我们只需要保持一个态度就好,分手的那一刻,就老死不相往来了,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,别再有太多的牵扯和关系了。 有句话说,得很现实,前任前任,再见不认。 更何况,前任的出现,那是有预谋的,要么是来破坏别人家庭的,要么存心不良,不可不防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。 混吃混喝的人,最好拒之门外。 有些人的财运本来是很好的,谁知道交了几个狐朋狗友之后,就越来越差了,甚至没运连连,基本都在亏钱。 这所谓的财运,为什么会受到狐朋狗友的影响呢? 君子带财,小人带货,而所谓的狐朋狗友,自然就身带穷气了。 他们之所以会来到我们的身边,就是因为我们有钱,可以请他们喝酒吃饭, 甚至做一些奢华享乐的事,反之,只要我们没钱了,他们第一时间会离开我们。 在这个年代,雪中送炭的人不多了,而见高败,见低采的人基本数不胜数。 对于这些混吃混喝的狐朋狗友,千万不要招惹他们回家。 也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家庭底细,避免他们做出不太好的事。 哪怕在外面,也不要跟这些薄情人往来,不然只会费钱又费力,一无所得。 经常借钱的人,别对他太客气。 网络上有这么一个段子,看到你有钱了,你的亲戚会第一时间跟你说, 有钱了就该帮助穷亲戚,不然你就是没有感情的白眼狼。 这个段子,那是很现实的,有些亲朋好友看到你赚了不少钱, 那他们就会登门拜访,招你借钱,甚至道德绑架你。 看到他们的嘴脸,你纵是一百个不乐意。 也把钱借给了他们,谁知道,他们非但不还钱,还越借越多,把你当成了提款机。 老实人面对这些亲朋好友,不知道如何应对,那就只能成为冤大头了。 而有些人看透了人性,会越活越小气,不再对这些欠钱不还的人大方。 没有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,不管我们拥有多少钱,最好不要借给这些借钱不还的亲朋好友,别便宜了这些人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那是以互相体谅为原则的,既然做不到这个原则,那就别再往来了。 满口忽悠的人。 少语之往来,有这么一种人,那是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我们家庭的满嘴忽悠的人。 年轻人看到这些满嘴忽悠的人,也许警惕心会特别强,觉得他们不可信,但是,长辈或者一些老人会相信这些忽悠者。 在商界,有这么一句话,女人和老人的钱最好赚。 老人听到别人说某样保健品比较好,就会邀请这些人回家,跟他们畅谈,希望他们可以卖得便宜一点。 如此,这些老人就上当了。 近些年来,为什么老人受骗的情况越来越多,就是因为满口忽悠的人。 他们骗人的本事越来越娴熟了,与之交谈几句,分分钟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 自己的家庭,理应充满真诚而又温暖的气息,而这些满嘴忽悠的外人,多半虚伪而又冷漠,带他们回家,无异于抓只老鼠入米缸,自惹祸患,仅此而已。 张头鼠目地人 很多人都相信相由心生这句话,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面向看出这个人的内心善恶,如果一个人看起来很和善,那么他就会是一个心底善良的人。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张头鼠目,奸恶狡诈,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有心机的人。 在大多数情况下,真的就是面由心生,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,最好远离他们,除非你已经验证过他的人品了。 否则,宁可不交这个朋友,也不要轻易冒险,以免自己的家人也变成了这种人的利用对象,到时候不仅会伤害到自己,也会伤害到家里人。 对不起。